110学年度国中会考5月16号 110学年度国中会考15、16号两天登场 由于国内的肺炎疫情紧张 考务中心提高了防疫的准备 考场规范严格 而教育处的代理处长饶中 15号一早也来到了考场视察 提醒防疫作为要做到滴水不漏 110年国中会考在紧张的疫情当中如期登场 为了保护考生安全 考场的防疫作为拉到了最高警戒 华联县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 在15号上午特别前瓦花女考场来视察 关心防疫作为以及考生动线 前面所有的考生 前面都要戴口罩量体温 那超过耳温37度 我们另外会有一个紧急安置的地方 然后休息一下 再来请部理人员做户解 看是我需要移到第二类的备场来考试 那所有的考生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休息区 也都做美花座来做安全的距离 来隔离 区隔 那整个所有的考场 我们都禁止所有的家长陪考 希望不要太多人的聚集 让考试能够来顺利进行 那考场我们今天前天后都会开冷气 前后门都会关闭 但是四个角的窗户会开5到10公分的间隔 让空气能够流通 所以整个防疫的情形都做到最高规格的严谨的 考生进入校区要先量体温检查准考证 而在体育馆的休息区也踩间隔距离座位 中午的休息用餐区踩梅花座 以确保安全距离 同时今年不能有家长陪考 所有的防疫准备务必做到最高规格 确保学生的健康安全 也防堵疫情有扩散的机会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